今天是年更类节目2020年中国游戏公司财报分析 去年的中国游戏市场相当繁荣 疫情对实体娱乐业的冲击让人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以电子游戏为代表的线上娱乐中 因此虽然在严控版后的大背景下国内新游戏问世数量有限 但主要游戏企业的海内外营收数据还是实现了较明显的增长 在浦长的大背景下以利益斯米哈游为代表的新兴势力 在20年依靠个别爆款实现了业绩飞跃 超越了不少积累多年的老牌企业 成为了搅动市场竞争格局的重要力量 因为篇幅关系节目将分成上中下企业 上篇我们重点关注腾讯网易阿里字节四家互联网巨头的情况 中篇则会关注以盛区完美巨人金山为代表的老牌企业的情况 下期则侧重分析新兴游戏企业如莉莉丝 米哈游B站等公司的业绩 耐心看完你一定会有所收获 让我们先从行业整体情况聊起吧 根据干嘛数据发布的2020中国游戏产业报告 去年中国游戏产业总产值为3794亿元 同比增长21.8% 其中国内市场收入2787亿 增长20.7% 而游戏出口收入155亿美元 同比增长33.3% 两者的增速均较19年有明显提升 这基本上与上半年的居家隔离政策有关 游戏出海的增速高于国内市场增速 则得益于版号严控背景下 游戏公司对出海战略的坚决执行 随着2020下半年国内疫情情况的好转 居家红利逐渐消退 再加上市场对于游戏买量成本的不断攀升 以及产品同质化的担忧 最终导致了以世界滑通 三期互余为首的A股上市游戏公司股价集体下挫 让人不禁感叹 只有大潮退去时才能看清到底谁在落用 在游戏类型分布上 移动游戏市场收入2097亿 同比增长33% 占市场总份额的75% 客户端网游收入559亿 同比下降9.1% 占总额的20%左右 网页游戏收入连续5年加速萎缩 总营收仅为76.1亿元 占比不到3% 单机游戏市场在技术较小的前提下 实现了高速增长 总收入23亿元 同比增长30.7%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 随着手机游戏的不断发展 有越来越多的产品 开始选择为电脑定制专门的客户端 去年比较有代表性的新产品 原神 天刀 手游等均是如此 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 以客户端游戏 移动游戏对市场进行分类的方式 或许已不够严谨 拿我自己来说 除了出门在外的时候 我真的很少用手机玩手游 所以客户端网游的未来 未必变真如数据所示那般悲观 跨端游戏或许将成为主流 好了 说完宏观市场 我们来聊聊具体企业的表现吧 首先要聊的肯定是腾讯 2020年腾讯集团总收入4820亿元 其中自研游戏业务加游戏渠道分成 合计1912亿 同比增长5.5% 占了中国游戏市场总量的50.4% 是不折不扣的半笔降身 其中手游收入为1466亿 同比增长56% 端游收入446亿 较去年下滑了5.9% 腾讯及腾讯子公司的自研游戏收入为1561亿 较去年增长约36% 腾讯游戏业务整体35.5%的增速 可以说明显是跑赢了国内市场大盘的 这个成绩对于腾讯这种体量企业来说 已经十分成功了 在移动游戏领域 王者荣耀和和平精英 这两款头部产品的贡献作为关键 根据第三方数据机构 Center Tower对2020全球苹果和谷歌商店的流水估算 二者分别达到了25亿和26亿美金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数据并没有将第三方安卓平台的流水纳入统计 考虑到国内安卓庞大的用户基数 但王者荣耀的收入规模就不止500亿 这一款产品的收入大概相当于国内全部端游的收入总和 或者全部网易游戏20年的全年收入 能取得如此让人瞠目结实的成绩 其核心因素在于王者极高的玩家数量 项目组在五周年庆典时曾披露 游戏的平均日活已超一亿 成为全球首款日均用户破亿的游戏 考虑到目前有两部同一个世界观的衍生座已经正式公布 可以说在未来几年内 王者IP的市场一个地位都很难被撼斗 不过由于今年年初皮肤毛点事件引发的 玩家对于流水线是皮肤生产模式的质疑与不满 还是让游戏的口碑和商业成绩受到了影响 20年春节王者的收入显然无法与去年相提并论了 考虑到营典联盟手游也以叙事待发 20年或许会成为王者荣耀的最高高脾退 当然相较于和平精英和王者荣耀的高高猛进 去年腾讯几款重磅新鱼的表现 只能说表现平平的 除了年底的天刀手游算是在畅销榜前列 稳住了脚跟 其余的产品如Superstyle的欢迎栏斗 模仿工作室群的艺人之下 都在短暂高关后出现了明显的收入滑坡 代理发行的红毒之下 望角山海等也没有呈现 19年完美世界手游的盛况 只能说目前竞争日益激烈的手游市场中 哪怕是拥有一定获克优势的腾讯 也很难靠宣发来批量生产爆款 去年腾讯游戏业务遭遇的最大挫折 无疑是DNF手游在上线前夕被紧急叫停 具体原因目前业内普遍的说法是 板号存在瑕疵 被友伤干客了一手 在如DNF端游不景气的大背景下 腾讯本希望通过端转手来延续IP寿命 却不成想出了大踏子 让本以摩拳擦掌的玩家们再度希望落空 希望今年内能解决相关问题尽快上线吧 说完了移动端 再聊聊出现收入下滑的端游吧 财报中对于端游收入下滑给出的理由是 上半年疫情使得中国大部分网吧停业关门 进而导致端游营收受到影响 但我对这个结论并不认可 大家都在家 按理说应该有更强的动力去玩端游啊 王毅外面的端游业务都在疫情期间有所回暖 单单腾讯端游收入锐减 实在没法给网吧甩锅不是 在20年上半年的财报中 特别点名了DNF与穿越火箭的表现 我个人轻笑于认为还是产品本身质量出了问题 再加上腾讯的手游化力度最强 替代品很多 这才造成了端游业务不顶期的结果 在内部孵化成本不断攀升 外部严控板号的情况下 外部投资成为了腾讯在去年十分仰仗的扩张手段 既有收购乐游科技 控股波西米亚娱乐 入股Vodo 白京工作室这样布局全球的大手笔 也有面向国内市场的投资网言盛唐 云唱游戏 无端科技 增资B站的操作 去年国内游戏领域的投资谈判非常密集 在以头条系为代表的新兴资方 带来的一股股热钱影响下 恐怕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中 只要国内有一定研发实力的企业 面临的状况都不是拿不到钱 而是到底要拿哪一家的钱 去年和一些从事相关工作的朋友交流 大家都觉得目前投资领域 对游戏公司的估值有些过于激进了 不知道这股热潮会在何时退去 又是哪一家能够笑到最后呢 稍微总结一下吧 去年腾讯的头部产品表现抢眼 对冲掉了新产品表现平平 和老产品自然退热带来的负面影响 虽然财报的数据非常好看 但其实它所面临的挑战 可以说是不减反增 巩固自身在MOVA FPS等大DAO类产品领域的优势 扩张海外业务 会是腾讯的主要战略目标 聊完一哥腾讯 我们再来聊聊二哥网易 2020年网易集团总收入为737亿人民币 其中游戏收入546亿 同比增长17.6% 占公司总收入的74.1% 手游收入393亿 端游153亿 二者所占比例和网年相比差距不大 相较于腾讯端游的营收下滑 网易的端游业务还出现了十几亿的增长 这或许反映了网易作为老牌网游开发商 其基本盘更稳 老用户的情怀也更足 在疫情居家期间 不少人重新回流到了老端游之中 青年网易游戏的基本盘 仍然由梦幻系列 大化系列 阴阳师系列 和帅土之兵所维持 新产品中也有很多是基于这些IP的衍生作 梦幻西游3D 梦幻西游H5 阴阳师百分牌 阴阳师妖怪屋都是如此 帅土之兵虽然被三国制式战略版超越 退居国内第二SLG 但却也击退了腾讯代理的三国SLG挑战者 宏图之下 长期稳定在长期标榜10名左右 如果不是吃了宝物系统推出后 大批玩家流失的debuff 帅土的成绩恐怕会更好看一些 说起来帅土问世也已经5年多了 却没有同IP的迭代产品出现 可以说是十分稀奇了 SLG果然是难以做出突破性创新的品类 网易年报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点 在于其代理产品收入占比的提升 众所周知 网易内部自研产品的话语权和资源 一向是优于代理产品的 这也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网易的代理游戏基本就靠着暴雪全家桶维持 但是去年 网易的代理游戏收入却出现了近50%的增长 到达了67亿 除了魔兽新版本和怀旧服的成绩还不错外 更重要的是光域安卓版上线后取得了十分优异的成绩 据说日活用户数曾一度达到网易所有产品中的第二位 除了光域本身经过ROS上线后一年多的迭代 内容和玩法更加丰富以外 疫情带来的社交减少 也给这类轻度社交游戏一个很好的机会 光域安卓版在去年7月上线之初虽然也出现了一定的优化问题 但本身过硬的素质和陈兴翰老师新颖的设计理念 还是逐渐征服了不少年轻玩家的心 光域可以说是去年网易游戏业务的一大亮点 在光域19年财报中被着重强调的出海业务在20年则相对平稳 第五人格 荒野行动等在日本市场的活跃人数和收入都有一定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 年报中专门强调了两款由网易参与研发的IP授权手游 已在海外成功上线 EV与无尽银河合一款漫威IP的摸把漫威超级战争 不过在进口版号审核极慢的大背景下 这两款游戏想要与中国玩家见面 恐怕还要有一段时间 总体而言 网易去年的表现比较平稳 与国内市场大盘的走势相吻合 自言IP战主导的地位也没有改变 不过这种态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进口一句版号审批速度过慢造成的 其实网易真的有不少IP合作产品已经具备了上线的条件 除了刚才说的EV与E手游 漫威魔法外 还有暗黑破坏神不朽 哈利波特魔法觉醒 指环王崛起之战等一大堆产品叙事待发 考虑到暗黑不朽和魔法觉醒都已顺利拿到了版号 年内甚至暑期或许就能玩到了 可以说 网易游戏2021年的表现 与这些IP授权作在全球的成绩紧密相关 我认为网易游戏目前对于出海战略的执行还是比较坚决的 再延IP授权项目数量巨大 只是成效如何上需2-3年才能有结果 说完了腾讯网易两个大厂 我想稍微聊聊阿里和头条两个逐渐加大游戏领域投入的互联网巨头 在2020年的表现 首先是阿里 去年节目我曾预测阿里游戏也就是灵溪互于2020年的流水 应该在50-100亿的区间内 由于游戏不是阿里的主营业务 所以财报中并不会单独披露具体数字 而是归类到数字媒体及娱乐大象中 从两款重点产品三国志战略版和三国志幻想大陆的走势来看 灵溪的具体收入应该在80亿左右 不过虽然流水不低 但由于两款产品都非常依赖买量广告的投放 而且还使用了三国志IP 需要与版权方分成 这就使得阿里能从这两款游戏中获得的利润相对较低 在我看来 目前阿里对于游戏业务的战略思维大概是 靠大IP和高买量投入 直接切入成熟品类游戏的市场 在短时间内打响声量 三战对应的SLG 三幻对应的养成卡牌 都是红海中的红海 从结果来看 灵溪护鱼确实加速成长 为了目前国内市场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但想要进一步发展 单靠这两款产品显然是不够看的 想和腾讯网易Bash52 起码还要在大DAU的FPS的MOVA领域做些文章 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 去年灵溪在海外短暂放出的FPS Area F2 就因为被指太像玉璧的彩虹6号 而在一片争议中停止测试 可以说灵溪的自研流程还有不少问题 效率和创新能力都有待提升 未来几年中 如果每一年 灵溪都能有一到两款值得一提的重点产品上限 才能真正算站稳脚跟 当然能取得这样成绩的前提 还是需要阿里集团真正重视起游戏业务 加大研发投入 而不是简单将它当作现金流 反补其他烧钱的文娱部门 可以说灵溪护鱼目前属于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就 但后续未可知的状态 在阿里取得了一定阶段性成就的衬托之下 同样对游戏行业下重注的字节跳动 在2020年的表现就比较一般了 2020年字节的游戏业务大头 仍然在超修宪游戏发行平台Ohio之上 根据其官网数据 诸如是特工就上100层等 去年上限的产品下载量数据还是比较可观的 但这类无需注册也没有充值接口 单靠广告维持的游戏利润肯定是不够看 而且还存在一些政策风险 不是长久之际 重度游戏方面 字节游戏业务的厂牌朝夕光年 在去年上线的产品 仅有代理的体育类作品《热血街兰》 和《女性向的灵猫传》这两款 并且上线后的成绩下滑速度都十分夸张 从市场定位和产品质量上来说 两者都算不上拳头产品 字节花了重金打造的字眼线 则没有产品问世 整体来说 头条在2020年的游戏业 我依旧处于相当初步的阶段 投入巨资的字眼产品线 没有核心产品问世 但从长远来看 其对于扩张游戏业务的野心和需求 要比阿里强得多 而且在游戏投资领域 头条的动作也非常激进 前不久 其收购MOVA游戏 无精对决的开发商木桐科技 就花了40亿美元的天价 可以说摆明了是要和腾讯的头部产品 正面对抗 其依靠抖音头条等 F搭建的买量巨赞 也同样拥有不可小觑的宣发能力 在未来几年中 字节和腾讯之间 在自研代理投资等领域展开的 全面攻防战将很大程度上 影响中国游戏市场的格局 最直观的体验是 在这个买量成本不断攀升的大背景下 掌握流量企业自己下场做游戏 无疑会给依赖买量维持的第三方企业 带来巨大的压力 去年下半年的A股游戏股价的集体暴跌 就与此不无关联 十几华通 三七互余 完美世界甚至一度被称为妖股的吉比特 无一幸免 那么下一期我们就来具体聊聊 这些传统开发商2020年的成绩吧 好的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点赞支持 如果你对中国游戏和游戏行业感兴趣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